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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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我是专程去买单的 分开的那天我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的真心 他却用最重的话指责我说 没有我你难道活不了吗 原来不是所有的对你好都理所当然 当你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去爱的时候 对方每时每刻想的 都是怎样从这种厌烦的处境中逃开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停地复盘每一个细节 原来恋爱以来 我一直在犯一个错误 我以为只要给别人很多很多 我想要的爱 那么 他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 但真相是 任何一段失去自我的感情 都会让亲密关系变得扭曲 最后不得已 就变成了取悦对方的样子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 才把曾经分散的精力收回来 专注于我的工作跟生活 只符合我自己喜好的饭菜 运萍衣柜里 他看不上的那条裙子 然后穿着他 出门逛街 我又开始联络 很多旧的朋友 为曾经的疏远 在酒桌上自发三杯 然后抱着他们哭诉 发誓 我不会再把别人 当成自己的希望跟寄托 其实人生还有很多 值得追寻的东西 丰富的阅历 远方的风景 陪在身边的人 而爱情 永远不会是生活的全部 只有我们自己 才是人生中唯一的主角 有时候想想 爱自己多天经地义啊 可对于像我这样糊涂的人来说 却是付出了残痛的代价 才学会的道理 我那天看《再见爱人》的时候 傅首尔在谈 他跟老刘的婚姻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我跟任何人 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 因为我觉得人生是一个线条 这个线条需要无尽地延展 我年轻的时候 他可能是一个小半圆 目前的我 不敢说自己是整圆 但我仍然想活得完整一点 想独立到 我不需要去寻找任何一个别人 来配合我变成一个圆 爱情不是半圆遇到了半圆 爱情是从始至终 两个整圆的相交 无论怎样的相爱 归根结底都是带着自我的碰撞 是我的标准 跟你的标准 拿成的契约 我最近越来越觉得 爱情观的确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 爱情好像变小了 它不再是我心心念念的全部 它只是 辽阔的人生里小小的一个部分 而且排在 自我的后面 直到今天 我还是会偶尔拿出分手的时候 它说的话来反问我自己 没有我 你难道活不了吗 这样的局势其实很多 除了它 你真的不会再爱谁吗 受过伤就对爱情失望吗 难道 我不值得遇到更好的人 这些话里藏着的自卑 遗憾和绝望 我都切身地感受过 但摔得面目全非又重新爬起来的我 再回看这个问题 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它就是能活 当然不会 因为我 因为我值得 所以 在我眼里 这不是一个失恋的故事 这其实是一个 学会自恋的故事 要聚取出 的 can't you see i want you i believe cause i want you here with me i'm gonna go crazy i'm gonna go crazy for life i don't need another love yeah we do this every day we do this love for life you got a smile that makes the sun rise you make it shine but i can see you realize that's what made me fall in love cause you can't stop the way your body keeps my heartbeat sound it's amazing all the time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 need in life oh i want you can't you see i want you i believe cause i want you here with me i'm gonna go crazy i'm gonna go crazy for lif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